起来起来 别给你挡态 干什么 拿包 干什么 你管我干什么呢 拿包干什么 你管我干什么呢 这么晚 拿包干什么 起来 干什么 起来起来 干什么 回家 怎么好好的 怎么回家呢 你别做小包行不行 又怎么了 别做小包行不行 不 你不说什么原因呢 我说什么原因 你不知道吗 怎么 你看昨天我没借钱 你看你说那些话 真是 我家人一借个钱 来借钱 你就这个事那个事 这个那个的 你家人一张嘴就好用 我们家人就不好用 是不是 我想一晚上把我气的 真的 我昨天晚上一宿佛都没睡觉 没睡好觉 行行行 不 那话说回来 你说别的事情 就为了代步买个车 你说咱说条件 行也行 别的废话 这就不买 他怎么又要男朋友提起分手 那什么玩意啊 是啊 我怕被骗 不是吗 你别这么说好听的 你看你的态度吧 真是的 哎呀 看我家人一弄你那个态度 你拽我干什么 拽我干什么 拽我干什么 没本呢 是不是 你要上哪 我走啊 我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憋气 真的 越什么憋气啊 有你这样的 怎么办啊 我们家人跟你借的钱怎么了 你借钱分什么事 借钱买车 啊 借钱买车走了 不行啊 还有借钱买车的 怎么没有 都没怎么 对象跟他拉倒了 我去 真的 我越琢磨越 那啥 别琢磨了 走吧 走就走啊 我那 走吧 我一拿到家来 更滋润 干门 我就 给我保姆 给我年轻 漂亮 身材 好的 咋的 你打算挺好呀 小三番弄得挺好呀 我还没能走呢 你就打算好了 早就有这个打算吧 不是早就有这个打算吧 那你走了还不得 有人走过安逸拉吗 哎呀 走 我还没给你安离婚的吧 啊 你就开始小三番打得挺响的 你 我不回来了吗 我还不走了那我 我把家倒给你们 做妈妈 哎呀 我去探望上去你